大家好,好久沒見了 這段時間大家都很辛苦 應該天天留在家裡溫習 下街吃東西都可能怕要戴口罩 記得這段時間大家小心身體 還有不要捱太多東西 你的效率只會越來越降低 如果捱到那麼辛苦 還有一個多月才考完 可能兩個月 所以大家要保持適當的休息 和有好的狀態才好 因為學校雖然未公告 但我猜她不會安排時間對捲 都是叫你們自己看一份捲 但我想拍片 讓大家知道有什麼錯 所以我把你們的捲全部掃描 我會傳給你們 然後大家看這段影片 就聽我去briefing 就可以了 那有什麼問題 就WhatsApp再找我 隨時找到我 我都是在家裡拍片給低方 OK? 我等下你們的圖片裡看到的檔案 我會全部放上網 你全部都看到 所以不需要擔心 不用不斷抄 OK? 如果沒有什麼問題 我就開始了 首先講講 我會發放了PayPalun給大家 PayPalun的表現是怎樣呢? 這份卷的PayPalun是李Sir出的 李Sir主要是拿出版社的那份卷 去改到它深一點 這份卷的PayPalun的LongQuad 還有呢 MC你可以看到 MC的Stack 你看到普遍同學的平均分數是低分一點的 LongQuad都一般 這個數據我留給你們看 第一份文件呢 除了有份卷的數據之外呢 還有 我拿了其中10題 最多人錯的MC 給你們看一下數據是怎樣 那你們可以了解一下 為什麼那些題目多人錯 就算你沒有錯也好 你看一下為什麼那麼多人錯 行不行? 那這份卷是這樣 然後呢 我主要主力呢 我就會講LongQuestions的一些題目 以及幾條真是我很想講的MC 給你們看 OK? 首先呢 第16題的MC 第16題的MC 同學會很不熟悉的 就是 他問幾個Nitrogen Containing Company的Structure 同學是不知道的 在這裡我補充一點給大家 第一件事 首先呢 我們大多數學的Oxide 其實都是Optek的 但是Nitrogen這幾個是很特別的 在哪裡大家學過呢 NO NO2 這兩件事大家都在Air Pollutant那裡學過 這件事 Air Pollutant 其實你想一想就會明白的 Marking裡面已經有一個Structure給你 首先這兩件事都是有Radical的 所以這兩件事在空氣裡面存在 它就會攻擊空氣裡面的氧氣 就是成為了我們所謂書裡面學的 Photochemical Smog Photochemical Smog 但是呢 其實呢 除了這一度之外 NO2 變成N2O4 這個Ecuribium 其實大家是學過的 就是在Ecuribium裡面 但是大家可能沒有什麼印象 我那次沒有給太多片給大家看 雖然有大家做過實驗 首先這隻是Colorless 然後呢 這隻是空氣污染物 它是沒有顏色的 但是呢 它一放出來之後 遇到空氣就會變成這一隻 這一隻是啡色的氣體 啡色的氣體 但是呢 啡色的氣體呢 它這東西 NO2變成N2O4 其實是一個Dimerize的過程 它這顆Radical 和另外一顆這個Radical Form Bonding 就會變成旁邊這個樣子 如果你不太明白 你自己畫一畫就會看得明白 所以呢 這是一個很Interesting的Ecuribium 的過程 其實有片看的 這條片我不在播了 我放在Youtube裡面 你喜歡就按進去 OK 行不行 那這條片是這樣的 下面那一題 25題 25題呢 是很多同學錯 就是選了D 那我這裡講一講為什麼 其實這個位 因為我見多人錯 我提一提大家 這個位呢 為什麼這麼多同學選D 我猜呢 我猜呢 就是因為你們覺得呢 SI是Semiconductor 所以它有少少導電性能的 所以為什麼你會選D 是答案的 那如果你真的當SI導到電架 其實這個趨勢是對的 那但是呢 你要留意一個位呢 就是我們AMC是選Best Answer的 所以在這個位置裡面 如果你選D的答案 你就必須要解釋 為什麼 Sodium和Silicon的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會這麼接近 而這件事是不合理的 那在這四個選項裡面 比較好的選項其實是A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知道其實呢 上面這四樣東西 全部都是Solid Stay的 在Room Temperature Phosphorus是以P4的形式存在 或者它以一個Polymer的形式存在 它是很大顆的 所以它是 雖然它是Simple Molecular Structure 但是其實它是Solid Stay的 那所以在這個狀況下 其實呢 PA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那這個位置當然要注意了 但是在DAC裡面 Silicon其實很多時候 都會被考評局當作是不到電的 雖然我們知道它是Semiconductor 那所以在Marking Scheme的解釋裡面 我特意打給你聽 你除了要知道它是很低 即是Semiconductor 比較差的導電性能 你們都知道 有時候考評局會當作不到電的 那這個位置你要注意了 然後到下一題 下一題是35題 35題是很多同學錯 你看到Stack只有六個同學 那麼那麼多同學錯的位置在哪裡呢 那麼很多同學是選了D的 選了D的原因 就是你覺得第二這個option是對的 其實大家會忽略做一件事 我們先看看這個問題 如果一個是P 一個是Q PQN PQN 那大家一想 就想到 Transition Metal很適合 譬如可以是Iron 2 Iron 3 Oxide 這些東西 但是同學呢 要注意一件事 有時候呢 其實根本不需要Transition Metal 我可以是 Non-Metal都可以做到同樣的效果 其實剛剛的例子已經是 Nitrogen Oxide Nitrogen Dioxide 剛剛學的例子已經是 甚至乎 你講再簡單一點的 Carbon Monoxide 和Carbon Dioxide 都是的 都是的 所以不一定它是Transition Metal 才可以是這樣的 它可以是Non-Metal 同學一定是忽略了Non-Metal的可能性 所以呢 這題的Option 2 都是對的 反而呢 我還想講一講給大家聽 就是 它是Oxidizing Asian 這個Case 同學會想 如果你覺得它是Metal 那沒什麼問題 因為Metal是Fe Oxigen是O 那你會知道 這個是OA來的 Oxigen 那Metal當然是RA 那所以你會知道Q 它是Oxidizing Asian 沒有問題 那但是同學一定會想一個問題 咦 如果Lon-Metal的情況 是不是這個一定是RA 這個一定是OA呢 其實呢 是真的會是 我都想不到有任何一個例子 是不是 我解釋給你聽 為什麼它一定是 因為呢 我們在 Colelian Compound Binary Binary Colelian Compound 就是兩種不同的 Lon-Metal組成的Compound 譬如 Carbon Dioxide 譬如 Carbon Tetra Hydra 即 米氫 我不知道你們 FORM3的時候 怎麼學 我相信李Sir 沒有告訴你們 我們以前學 為什麼我們寫 Carbon Dioxide 而不是寫Dioxide Carbide 這一個呢 如果是李Sir教你 我相信它叫你 背了一個順序 然後呢 就是由左至右 或者可能你聰明一點 你會猜到 Gruple number Gruple number 小一點的 就會在左邊 Gruple number 大一點的 就在右邊 你可能會猜得到 或者譬如 Sulfur dioxide也好 你又會猜到 Sulfur dioxide不是一個好的例子 譬如 譬如 Nitrogen Trichloride 你會猜到 Gruple number 小一點 就在左邊 Gruple number 大一點 就在右邊 或者你背了一個順序 但我告訴你 真正在 Covalium Combine的命名裏 其實我們是把 Electro positive 的element 放左邊 放左邊 Electro more negative 的element 是放在右邊的 所以 Based on這個原則的話 其實 右手邊 那個 基本上 一定是 Oxidizing agent 右 左邊 一定會是 Reducing agent 這個很特別的 雖然我剛剛 這裡講得很深 你可能 不是很明白 但它的確是這樣的 有個別的例子 是Exceptional Case 因為譬如 我就說 為何那些例子 會Exceptional Case 因為那些例子 用了Combin Name 譬如Amonia 就已經不是這樣的 但是 大多數的情況 Covalium Company 命名 它是先寫了 Electro positive 的element 再寫Electro negative 的element 是這樣的去決定 那個順序也是這樣 所以你會發覺 跟Group Number 那個順序很相似 就是這樣 這條片 已經寫11分鐘 所以這條片 就是解了這幾條AMCC 下一條片更加重要 是會講到 Long Question 你們多人答錯的位置 那同學 記得看完 OK